然后的话咱们继续一下 咱们刚刚讲的东西啊 咱们现在这个web01上 对吧 对吧 咱们rthink客户端 还是看图啊 对吧 这个服务器上 对吧 咱现在rthink的客户端 搞定了 对吧 对吧 推送也没有问题 然后呢 上面的备份脚本 也没有问题了 对吧 对吧 现在现在的情况是 对吧 咱刚不是执行了一下吗 对吧 咱在备份服务器上 咱那个 我在跑面啊 然后的话呢 咱在备份服务器上 对吧 他现在的话已经呢啥了 对吧 他现在不是已经把压缩包 跟这个flag文件不推过来了吗 对吧 推过来的话 然后的话呢 然后呢 咱备份服务器上 根据咱题目的要求 对不对 对不对 咱们是不是得要检查一下 他传输过来的这个压缩包 是不是完整的呀 对吧 然后他备份服务器上 还还还得有一个要求 对吧 看他要保留每周一 所有的数据副本 哎 其他时 其他的呢 他要保留六个月 对吧 对吧 咱们刚刚不是讲了 就关于这个每周一这块 对吧 咱不是通过用文件名进行识别了吗 对吧 这样的话 我可以可以那啥 不行呢 咱咱咱咱咱可以试一下 这个杠杠S 哪天周一一号是吧 刚刚这人说一号来着 你坑我 这样 现在是一号吧 然后咱再执行一下这个脚本 对吧 只要只要脚本执行不报货 就没事了 然后咱再看一下 对吧 哎 这个时候你就看出来 就是咱刚刚 对吧 讲了老半天 对吧 怎么在这个文件名上都做文章 体验出效果了 是吧 你看礼拜一的 哎 他后边就有个一 是吧 对吧 那 那这样的话 他的这个要求想要实现的话 就比较简单了吧 对吧 咱用犯的命令 对吧 咱排除 排除 排除一下文件名里面 后织名是一的 这个压缩包不就完了吗 对吧 然后log文件的话 该先就删 对吧 他本身也就是一个做一个验证的 对吧 然后这块的话呢 因为咱刚刚做了是时间同步了 等会他自己就同步回来了 这就不用管他了啊 然后咱们现在出 咱们现在的注意力啊 咱们现在注意力主要还是集中在这个 BakeUp这一块 对吧 BakeUp的话 咱们得要做一个检查呗 对吧 对吧 然后的话 做完检查 哎 这样这样推送过来的压缩包没有问题 哎 咱们咱们这也就安心了 是吧 万一将来有个啥呢 咱们也好 恢复 啊 然后的话咱看一下BakeUp上面 对吧 根据根据提上的要求啊 你看BakeUp这个地方 对吧 他他还得需要一个发邮件的一个功能 对吧 咱们看看题目上的 要求 呃 题目上好像没有啊 但是这个对于咱预认为来说 这个是方便 咱们自己自己来做 对吧 对吧 你不可能说是我每天执行备份完了以后 然后我大半夜再爬起来 我到BakeUp上头 然后我再看一下 看他这你打包成功没有 对吧 所以呢 所以呢 这个这个东西呢 也邮件这个功能啊 就就是方便咱运为运为自个来的 对吧 你你第二天只要去单位 哎 你早上去了 单位你收一下邮件 然后你就知道昨天备份成功没成功啊 对吧 然后的话呢 然后的话呢 这个这个邮件这块啊 还有就是一个备份的一个检查 咱们现在又主要处理BakeUp BakeUp服务器 啊 这块都能跟上吗 能吧 最麻烦的 马上就要讲完了 很快啊 然后的话呢 咱们先说一下这个邮件啊 对吧 这个这个邮件的话呢 就是咱们发邮件的话呢 咱们是通过邮箱发送的是吧 对吧 老师上课也讲了 对吧 咱不是有那个PDF吗 对吧 对吧 就是在Linux里面发送邮件的好几种方法 是吧 对吧 呃 在这块呢 就是我 我是用的就是老师上课讲的那种 是吧 最简单的方法 对吧 编辑一下这个邮件的这个 配置文件 对吧 然后在里面添加一一一堆这个需要的东西 哈 对啊 哎 你马这个东西 无所谓 对吧 你你你你们愿意发就发 对吧 愿意测试就测试 对吧 这这这块 这块这几个什么意思需要讲吗 不需要吧 不需要吧 就是个固定的格式 对吧 对吧 你要是看这个mail.rc的话 你就会发现它这里面 干了啥 就是用set 对吧 对吧 咱先把它复制了 咱先复制了 咱先 先的啥 先在背卡不上跑了 跑了 然后回来以后 咱继续讲 然后呢 这个 然后的话 咱可以看一下 这个etc 对吧 mail.rc 对吧 这样的话 可以看到 这是最后一行 这些东西 都是在一行里面写的 对吧 然后的话呢 我快速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setform 这个就是说是你 你以哪个用户的身份 去给他 这个就发信人的 对吧 这个是发信人的邮箱 对吧 对吧 这块 这块钥匙再不理解 收件人发信 发件人的这个身份 就没招了 然后的话呢 咱们这个配置 它是通过调用的 就是邮件的 邮件的smtp服务 对吧 然后的话呢 我们就得写一个邮件的 smtp的一个地址了 对吧 因为我这用的139的 对吧 所以139的话 就是每一个邮箱的 这个smtp地址不一样 大家自个儿到邮箱的设置 或者帮助里面看一下 然后呢 这有一个 auth user啊 这个认证的话呢 这就是用户名 对吧 对吧 对 auth user 这个东西就是 这个东西就是 咱自己登录邮箱的时候 填的邮箱的用户名 对吧 然后呢 这个密码的话呢 就是邮箱的密码 是吧 你们别没事干 就改啊 对啊 对啊 因为139的嘛 对吧 然后呢 它的一个认证的方式 是 是 是这个 登录 对吧 这个东西是固定的啊 对吧 也可能有其他的验证机制 对吧 那样的话 就是到时候具体情况 具体做协调就可以了 然后 然后 然后配上这个以后 对吧 咱客户端不是 还有一个就是 邮箱客户端 那个Pose the Fix 那个服务吗 对吧 你配上这个以后 那个服务开不开都无所谓 对吧 因为咱们在前面优化的时候 已经把它干掉了 所以说咱发邮件就采取了这种方式 这块没问题吧 对吧 这块配好了以后 大家最好还是那啥 发个发个邮件给自己测试一下 这块的话我就不测试了 等会咱们跑那个脚本试就可以了 然后的话呢 这邮件配好了以后 咱还回来 咱这 就是咱这个网络传出过来的 咱是不是得检查呀 对吧 然后还得根据他的要求 咱还得要删 删一些很早很早的一些压缩包 对吧 对吧 然后呢 这个检查的呢 这个原理就比较简单了 对吧 咱们刚刚在这个上面打包的时候 对吧 咱们 咱们打包完了 咱们不是用MD5SUM 咱们不是生成了一个 那个校验的文件吗 对吧 就是flag开头的 那么这个地 那么呢 那么呢 咱们不是也把它推送到 这个备份服务器上了吗 对吧 推过来以后呢 咱们校验的话呢 对吧 还是用这个MD5SUM这个工具 对吧 对吧 他有一个-C的选项 对吧 这个-C的选项呢 他会 这个就是MD5-C 这个是MD5SUM命令的一个选项 就后面接 接就是刚刚他用MD5 对吧 MD5接文件 对吧 校验的结果 校验的结果 对吧 这个里面就放校验的结果 对吧 如果如果这个 咱可以看一下啊 咱可以看一下 我这个还是用用了一个犯的命令 对吧 你可以看到BKDR还是这个BKR 但是咱们现在是在这个备份服务器上 然后呢 还是找目录 对吧 对 找文件 没事 然后你看 找文件的话 咱们不是 是 看 咱们校验文件不都是以Flag开头的吗 对吧 然后 它的名字肯定就是以当天的日期吗 对吧 不要忘了咱备份的时候 咱们是在零点时候执行的呀 对吧 零点以后的话 这个日期肯定是不会错的 对吧 因为它在同一天嘛 然后的话 然后的话 哎 然后的话 咱找到这个Flag文件 对吧 大家要注意啊 就是就是 就是这个检查这个脚本啊 这个 这个可不是仅仅针对于 就是一个外部服务器啊 就可能你这BKR目录 下面你会有好几个这种 以IP地址开头的文件夹啊 对吧 对吧 因为咱们这里头就这么一个外部服务器 对吧 所以Find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找上面这个 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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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这个 这个Flag开头的这个 这个文件以后呢 咱们用MD5-C这个选项 对吧 XLJS 对吧 他把它找到的结果 不是就 就这个传递给MD5-C吗 对吧 对吧 大家可以看到呗 看到了 对吧 然后的话 然后的话呢 咱们就用MD5-C 对他做一个 做一个这样的一个 浇验 对吧 然后呢 把它的浇验结果呢 咱们可以给他保存成 一个浇验的一个结果的 这么一个文件 没错吧 对吧 然后浇验结果呢 不外乎两种 要不成功 要不然失败 对吧 所以咱们后边是这样的 看 他是把 他是如果要是 他是把浇验失败的结果 也跟这个 他把错误输出 跟那个正确输出 是吧 全都扔的 全都扔到标准输出里头 对吧 这块能理解吗 能吧 这块能理解就行 就是就是因为 这个可能 因为咱们平时可能是全都定向到空啊 但是这个地方 咱们必须得要保留这个正确跟错误的结果 对吧 然后这条命令执行的 然后这个命令执行的结果的话 咱可以 咱可以给 那啥 呃 咱可以那啥 看一下 -C 对吧 咱可以随便接一个 对吧 咱们 咱们就接个零二的 对吧 你看 如果他要是 呃 这是中文显示 如果 如果 咱调整一下字符集 对吧 对不对 如果要是英文显示的话 这就会显示OK 对吧 然后的话 咱们看 看我这块怎么写的 我是把这个 这个简单出来结果 然后我还保存了一个文件 对吧 然后我还是以这个当天日期作为文件名的 一部分 对吧 那么这个文件里面保存的就是我MD5-C出来的结果 对吧 然后的话 咱们就 咱刚刚不是也配好邮件了吗 对吧 配好邮件的话 然后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MAL这个命令的格式 MAL-S 后面双引号的这个是主题啊 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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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如果你将来接受邮件的话 这个就是邮件的标题 啊 然后的话呢 对吧 咱这个邮件发给谁 对不对 对 因为像我现在这种情况的话 我是拿自己的邮件发给自己的 对啊 然后的话呢 哎 我通过这个 这个输入重定项 对吧 然后我把这个 就是结果的这个文件 对吧 然后结果的文件给了这个MAL这个命令 对吧 对吧 你要不用这 你要不用这个的话 你你也可以用一下echo 对吧 对吧 你前面写echoecho完了一个管道 对吧 对吧 管道后面接MAL也可以 对吧 这个是由你怎么写了 对不对 然后传过去以后 我这个地方做了一件什么事呢 我这个地方把这个结果清空了一下 其实这步不是很必要 但是就是说你测试的时候 你最好加上这个 不然的话 你会看到你邮件的证文越写越长 正常情况下的话 这一点你是不用加的 因为因为这个脚本不是不是只是只是执行一次吗 对吧 对吧 他传送过去以后 这个东西你就不会看 是吧 所以这块的话呢 就是没有他都可以 对吧 然后的话呢 就是照着他的要求 咱们看一下外面 咱们看一下贝卡吧 服务器上有有啥要求啊 看他要求保留每周一所有的数据的副本 对吧 其他的要保留六个月的数据 等于说每周一的都得留下来 然后其他的话就保留那啥 六个月 对吧 然后的话呢 还是老方法呗 还是用用范子命令找呗 对吧 那么找那个文件夹呢 就是贝卡的这个文件夹 对吧 然后的话呢 还是找文件 哎 这个地方用排除了 看到没 这个地方用了一下排除 用了排除以后的话 那样的话 我就不查找他了 对吧 他不是要求每周一的必须得留下来了吗 对吧 现在知道在文件名后头折腾了那么一大圈 就是为了这块 这一下下 对吧 然后的话呢 M time 对吧 六个月 对吧 180天 对吧 然后的话呢 我把找到的剩下的这些东西 我不管是压缩包也好 还是落尾也好 对吧 只是把查找了所有的文件 这个 这个东西其实是 没有 因为当时本来是想想想写一个 然后然后是想把这个做变量的 后来是直接在这个地方做了变量了 对吧 对 这块是空 可以没有 对 可以没有 因为我当时是想的就是 因为这个flag fill这个东西 因为我当时想的是把这个写成两部 知道吗 flag fill 然后后面是先用fine的找件 然后然后复制给他 然后后来发现直接这么写就行 没有没有必要再倒下 对啊 所以所以所以这个这块是那啥 所以有没有他无所谓 当然这个倒是不太会出bug 因为因为md5这个命令还是那啥 比较宽容的 还是老规矩还是把它复制 现在是咱现在还是在backup上走 对吧 把它粘进来 然后咱们现在就就可以测试一下了 对吧 看执行完以后 没有任何结果 说明这个脚本应该是执行对了吧 我就知道你们都想看邮件 对啊 对啊 如果你们要是有人已经登上去的话 你们估计就有看点 难道我输出密码了吗 改了的话那就上我去了啊 你看你看我就知道谁谁手这么快 快你们你们谁要是登上去的话 贴个图扔扔扔的啥群里头 发现啥啊那本人 快你们谁要是谁要进去改的话 谁的啥就贴个图 对啊 都没改啊 哎没你无所谓了 这个东西那啥 随便就行了 对吧 忘记密码 忘记啥密码 你用那个短信 那眼门都没有 短信我没绑邮箱 那这块的话就是 回头就是那啥 对吧 等我找回来密码再说吧 然后的话别忘了这个啊 不要忘了天下定时任务啊 千万别忘 对吧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这个地方 我是选择凌晨四点啊 就是因为在正常情况下的话 就是你这码打包完了以后 你传书是吧 对吧 你肯定得有一个过程 对吧 对吧 你肯定不可能说那啥 秒传呢 对吧 所以我这个地方写了一个凌晨四点 对吧 我到凌晨四点的时候 我再检查这个结果就可以了 然后的话别忘了 那backup就是web01里面 那个脚本记得每天零点的时候 执行定时任务啊 然后的话 那然后的话咱定时备份 这块就讲完了 对吧 对吧 谢谢观看